If you've been injured, you deserve confident legal help, call me 知名律师离奇失踪,数月后被发现早已遇害 妻子伊丽莎很快被确定为最大嫌疑人 但案件并非如此简单 警方进入之后,悚然发现 伊丽莎只不过是这个女人众多化名之一 她的真实身份是警方追捕多年却怎么也找不到的逃犯 一位智商高达140的天才女骗子 即使是她,在这场谋杀案中也不过是其辅助作用 还有一位更可怕的主谋深藏幕后,隐于水面之下 2001年1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向当地警方提交了一份失踪人口报告 他们的老板拉里·麦克纳布尼已经两个月没来上班了 一同失踪的还有她的妻子伊丽莎 最开始警方并没有过多在意这份报告 认为这位当地富有名气的律师 只不过是带着她的娇妻出去旅游罢了 何况还有人向警方提供线索 称在两个月前看到拉里夫妇出现在洛杉矶一处马术比赛上 这也印证了警方的猜想 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一个月后,另一份关于拉里的失踪报告被交到了当地警察局 而这一次提交人不再是律师事务所的雇员 而是拉里的亲生儿子 就连亲人们也失去了与拉里的联系 这下警方终于坐不住了 然而没人知道拉里去了哪里 那次马术比赛是她最后一次露面 从此之后她便销声匿迹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 伊丽莎充当了拉里的对外发言人角色 但她对不同人说的话也各不相同 她对拉里的孩子们说 他们的父亲因为滥用药物导致病得很重 已经意识不清醒很难接电话 对朋友说 她和拉里正在处理离婚事宜 对合作伙伴说 拉里在波多里格度假 甚至还说她在精神病院接受禁毒治疗 种种说法相互矛盾 疑斗重重 很明显伊丽莎绝对与拉里的失踪脱不了干系 但就当警方想要对她采取进一步侦查措施时 旧金山圣金华县郊外的一处葡萄园 有了惊人的发现 2002年2月5日 圣金华县迎来了一场大雨 雨水的冲刷下 让原本埋在地下的某些东西得以重见天日 其中就包括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接到葡萄园的报警后 警方敏锐地将这具尸体与失踪多日的拉里联系在了一起 而随后展开的化验和辨认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正是拉里 很明显她已经死去很长一段时间 并且尸体显示她并非死于暴力伤害 而是因为长期服用一种名为已先秉勤的受用镇静药物 最终因药物过量而毒发身亡 拉里为什么会服用这样一种用于兽类的精神类药物 难道她真的像伊丽莎所说有滥用药物的习惯吗 在经过对拉里生前好友的询问后 警方推翻了这一点 作为一位当地富有盛名的大律师 拉里向来自律 连喝酒都很少更别说滥用药物了 并且根据朋友回忆 拉里生前思维敏捷 一点不像长期服用精神类药品的人 但警方也并非毫无收获 在与一名名为埃文里斯的女人交谈中 警方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这个女人记得之前伊丽莎曾问过她 镇静记能否杀死一个人的奇怪问题 而这正是拉里的最终死因 这无疑坐实了伊丽莎蓄意谋杀拉里的嫌疑 警方马不停蹄 立即将伊丽莎列入第一嫌疑人展开调查 但伊丽莎早已卷走了拉里遗留下来的全部财富 逃之夭夭不知所踪 更令警方头疼的是 调查还没开始 他们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开始调查之后 警方试图从伊丽莎的过往经历和社会关系 尤其入手分析她可能的去向 可当他们试图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信息库中搜寻 关于伊丽莎这个人的信息时 却惊悚的发现信息库中根本没有她任何信息 没有社保 没有驾照 什么都没有 出现这样的结果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伊丽莎 这个拉里妻子一直以来为人所熟知的名字 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除此之外 拉里生前 住所与办公室内 他们也没有找到伊丽莎任何个人信息与入职记录 她非常聪明地抹掉了自己所有的存在 仿佛从未出现过 但百密终有一书 伊丽莎在清除自己的个人信息时 却遗漏了拉里生前使用的马托车 警方在上面发现了伊丽莎的个人物品 其中一张旧纸上 记载了从未出现过的名字 拉伦雷尼西姆斯 当警方将这个名字输入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电脑上时 映入眼帘的是长达113页的记录 这是伊丽莎 准确的来说西姆斯刑骗多年的罪犯记录 以及他多达38个化名的伪装人生 1966年西姆斯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阿特尔伯勒 那里气候相对严寒 为了让子女们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三岁那年父母带着他和姐姐搬到了佛罗里达州 在这里西姆斯度过了一个幸福美满的童年 并且展露出了异于常人的聪明才智 尽管他不怎么用心读书 但成绩始终在学校名列前茅 在一次智商测试中 医生更是给出了西姆斯智商高达140的惊人结论 从这个测试结果看 西姆斯有着天才般的能力 可正因为如此 他很快对学校的生活感到厌倦 在高中毕业前就选择了辍学 但他没有将自己这份聪明才智 用在正确的方向 而是开始琢磨着如何更快 更轻松的获得更多的财富 1984年18岁的西姆斯 嫁给了一个叫乔丹的年轻人 这是他的第一场婚姻 但并不是因为爱情 而是金钱 他看上了乔丹富裕的家庭 并利用乔丹对他的信任 进行了无限制的挥霍 用他的信用卡满足自己 娇奢淫欲的生活 最终导致了乔丹的破产 面对乔丹让他停止挥霍 好好过日子的祈求 他无动于衷 反而一脚将其踢开了 很快就开启了新的一段感情 他将婚姻视为满足欲望的工具 一旦男友失去了供养他的能力 便会毫不犹豫的寻找下家 不仅如此 他还开始挑战法律的威严 陆续犯下了商店盗窃 信用卡诈骗 虚开支票 骗婚等等大大小小的 数十项罪行 最终被警方以犯有重大盗窃 和欺骗罪拘捕 可即使这样 他也没有停下自己的犯罪行为 在保释期间 他还骗取了一位年轻男士的信任 用他的信用卡套取了大量钱财 最终警方不得不在他的脚踝上 带上电子万代来监视 并约束他的违法行为 但希姆斯并不会被这个小小的电子万代所阻挡 他耐心的等待着警方松懈 抓住机会就毫不犹豫的砍断了这个万代 摆脱了警方的监视 带着自己与乔丹所生的大女儿海雷 逃离了佛罗里达州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 希姆斯带着女儿在美国各地招摇撞骗 用了无数的化名 警方所掌握的就足有38个 或者是梅丽莎 或是塔米 或是伊丽莎白 而在拉里遇害这起案件中 他所用的名字为伊丽莎 1995年46岁的职业律师拉里 因为接连处理了几起备受关注的案件 而名声确起 获得了大量的诉讼经费 成功的挤身为拉斯维加斯 名律师的行列 令无数人艳羡不已 也成功的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 那一年6月29岁的希姆斯 走进了拉里的律师事务所 他告诉拉里自己名为伊丽莎 想要应聘律师事务所的秘书职位 在交谈中 希姆斯设法展现出自己的魅力 成功的让这位刚刚离异的名律师动心了 在那一周里 拉里不止一次的在儿女面前夸赞希姆斯的精明能干 并称自从有了他 自己工作的压力减轻了不少 在拉里看来 这位比他小17岁的女士生机勃勃 无比纯洁 简直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白月光 事实证明 这位成功律师的眼光不太好 而这也是为他后续的悲惨遭遇埋下了伏笔 在希姆斯一次次主动的诱惑下 拉里很快对他彻底着迷了 他们开始频繁的约会 无论什么场合 拉里都要带着希姆斯 两人一起去看马赛 一起去参观葡萄酒庄 一起去美国各地旅游 在这期间 拉里对希姆斯可谓是有求必应 无论他想要买什么 通通答应 甚至还花费了数万美金 为希姆斯配备了一匹马 并为其建立了专属的马厩 然而拉里的有求必应 并没有赢得希姆斯的芳心 反而激起了希姆斯的犯罪欲 他不想受之于人 而是要将拉里的全部财富牢牢掌控 甚至是据为己有 他开始插手拉里的家庭事务 想方设法挑拨拉里与亲友甚至儿女之间的关系 阻止他们见面乃至通话 让拉里逐渐脱离原有的朋友圈 与此同时 他全面接管了拉里律师事务所的财务大权 并很快通过虚开发票挪用资金 让美国当局吊销了事务所在拉斯维加斯的营业执照 使得拉里不得不听从他的建议 将事务所搬到了远离家乡的加州地区 到了加州以后 希姆斯成功与拉里结婚了 成为了他法定意义上的妻子 而拉里也因远离故土与亲友越发疏远 但此时的希姆斯仍然在犹豫 不可否认 拉里对他实在是太好了 他也厌倦了漂泊流浪的生活 但是一个人的出现让希姆斯彻底下定了决心 在拉里与希姆斯结婚后 两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游玩享乐上 为了更好的管理事务所 他们决定聘请一个秘书 21岁的加州大学文科学生沙拉杜特拉成功被选中 这个女孩长相娇好活泼大胆 简直是希姆斯的翻版 两人是一见如故臭味相投 很快就成了亲密无限的朋友 甚至对彼此生出了爱慕之心 并且发生了不正当关系 当拉里不在时 他们便开始肆无忌惮的寻欢作乐 与此同时 他们用着拉里的信用卡到处去游玩 购物欲望也越发的膨胀 尤其是沙拉作为秘书 他能从拉里那儿得到的十分有限 为了获得更多钱财 也为了能够与希姆斯没有故技的缠绵 他成功的说服了希姆斯对拉里下手 他们以安夫赛马为由 购买了大量的受用镇静剂 将其添加进了拉里 每天早上都会喝的咖啡里 在镇静剂的作用下 拉里很快就出现了头晕是睡的症状 行动也逐渐受限 对此 希姆斯对外界的解释是 拉里生病了 并以此理由拒绝亲友探访 2001年9月2日 拉里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那天他也许是没有喝咖啡的原因 难得一时清醒 便提议希姆斯和沙拉一起去观看马赛 并叫上了一些朋友 但就在观看途中 拉里突然毒性发作 神经崩溃 当场昏迷不醒 这引起了朋友们的怀疑 但希姆斯以拉里昨晚酗酒为由 打消了朋友的疑虑 并匆忙的回了酒店 这次突发事件 让希姆斯和沙拉后怕不已 他们决定立即动手 便强行给拉里注射了大量镇静剂 直到他的心脏彻底停止跳动 拉里死后 这两个女人本来想将其埋在遥远偏僻的国家公园 但是最终没能得逞 他们柔弱的身躯根本无法在那里挖出一个大坑 一旦被发现 那么他们将失去难得的逃跑机会 因此他们将拉里的尸体 用胶布紧紧的缠绕后 放置在了家里的冰柜中 随后开始了他们的财产转移计划 他们一方面继续保持事务所的正常运行 一方面成功获取了拉里遗留下来的50万美金 并将价值13万美金的皮卡和马托车出售 靠杀害拉里他们变得很有钱 开始大肆消费 名车 名表 名包 他们毫无愧疚的享受着这一切 并在所有人发掘之前销声匿迹 但这一次他已经暴露在警方视野之下 再也不能轻易逃脱了 铺田盖地的悬赏令到处可见 西姆斯不敢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他带着女儿海雷一路逃窜 从科罗拉多州 路易斯安那州到阿拉巴马州 最后回到了佛罗里达州 这一次西姆斯把他的名字改成了谢恩 但他的相貌却无法改变 警方很快发现了他的踪迹 他们不得不再度踏上逃亡的旅途 可这一次女儿却表达出了极大的抗拒心理 他拒绝继续跟随母亲 并质问西姆斯的罪行 女儿的质问让西姆斯不知所措 他决定抛下女儿独自上路 但女儿的质问始终让他焦虑不安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过错 最终在2002年3月20日选择了自首 在他提供的线索帮助下 莎拉也很快被捕归案 但在此时两人依然满口谎言 在西姆斯的口中 莎拉是主谋 拉里则是常年家暴的恶毒丈夫 而在莎拉的嘴里 那他什么都不知道 一切都是西姆斯主导的 两人相互指责 精湛的演技让人不知道谁真谁假 但正当所有人都觉得 西姆斯凭借着这欺骗的天赋 可以顺利为自己脱罪时 他却在不久后选择了自杀 在狱中 他将枕套撕成了碎布 制作成绳索 以上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临死之前 西姆斯留下了三张供词 在信中他承认了杀害拉里的事实 但依然在控诉拉里对他的伤害 并试图为他的女儿争取继承拉里遗产的权利 因为他的认罪 沙拉仅仅被判处了11年有期徒刑 并且已经在2011年获释 而女儿海雷也获得了拉里的部分继承权 顺利的长大 根据海雷长大后的回忆 这拉里待人温和 更是从未打过西姆斯和他 西姆斯最后还是用他的欺骗 愚弄了世人一回 这可怜之人也必有可恨之处 要是西姆斯当时可以将这份聪明才智 用在正道 也不至于最后落得个畏罪自杀的下场 好了 您有什么想法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很快会在下一个视频再见 记得 无论何时 都要保护好自己和你的家人 祝福好人 一生平安